各位学习的伙伴大家好 老师在此要强烈推荐一门课程 现代社会与妇女权益 虽然课程名称强调的 事物是女性的权益保障问题 但是其实讲述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性别平等的议题 所以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都非常值得选修本课程 这一门课程虽然不是第一次开设 但却是全新的大翻修 修订的幅度达到原来内容的三分之一 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 国内法规变化极大 所以就必须修改或者增添 相关的内容与最新的规定 本课程的架构主要分为五篇 分别是第一篇的总论 讲的是基本观念 第二篇是妇女家庭权益的保障 第三篇是妇女人身安全的保障 第四篇是妇女工作权益的保障 第五篇是妇女权益的这个处境 以上的五篇分别从各种层面 来探讨女性权益的保障问题 休息本课程不仅能够充分 窒息法律上的相关规范 同时更能够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从来就不是保护好人或者坏人的 而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的 所以所有人不分性别或年龄 对此都应该有一些基本认识的 最后不管你是否曾经有修过本课程 或者是第一次想要选修本课程 全新的修订内容十分难得 千万不要错过 欢迎选修现代社会与妇女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